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海外半导体媒体CKα一名专栏分析师 近日对台积电的2023计划做了分析 他预计,台积电计划保持其在产能和收入方面领先于三星 2022年,其收入增长34%,高于三星的10% 到2024年,台积电的3奈米节点将占到其7奈米以下晶片的24% 台积电为ChatGPT制造辉达的GPU 也为其他几家正着手于自己的聊天机器人服务的公司制造AI加速器 另外,根据半导体分析机构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TV,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 市场份额市场预测的报告 在与三星的业务竞争中 台积电在3-10奈米技术节点的收入方面明显是赢家 与联电 格罗芳德、中芯国际等其他晶圆厂相比 很明显台积电在小节点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7奈米晶片在2018年开始产生收益 但在2022年5奈米节点阶梯后达到顶峰 3奈米节点晶片将在2023年产生收益 而2奈米节点晶片将在2025年进入市场 其预测,即2022年增长8%之后 2023年7奈米晶片收入将同比下降38% 主要原因是手机和个人电脑的销售放缓和库存调整 2024年,温期收入将近增长2% 主要原因是宏观因素导致的半导体市场放缓 以及2020年至2021年资本支出过度导致的供应过剩 另据EE News预测,即2022年增长83%之后 2023年5奈米晶片收入将同比下降13% 原因是包括苹果和惠普在内的 主要客户减少这一节点的库存 由于工艺节点转移到300米工艺 预计2024年收入将下降 同时5奈米节点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生产 其预测,3奈米晶片将在2023年开始创收 占到7奈米以下晶片份额的24% 而7奈米和5奈米在360亿美元市场份额中 将分别降至28%和48% 3奈米节点的主要客户是苹果iPhone的A17 和Mac电脑M3处理器 但请注意,台积电第一代N3节点将主要由苹果使用 台积电第二代N3E将采用改进过的制成窗口 从而加速生产,提高产量,提升效能,降低功耗 N3E节点应该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生产 台积电在2018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 环比出货量增长几乎一致 虚显说明了趋势线 2022年第四季度出货量略有下降 这与个人电脑和手机销售放缓有关 尽管如此,由于对小型节点晶片 尤其是3奈米晶片的需求持续增长 2023年第四季度平均销售价格仍有所上升 在竞争对手方面 英特尔代工服务部首任总经理已于三月底离开英特尔 对其是不小的打击 2021年,美国晶片制造商高通 将效龙888的生产及其5奈米工艺节点转移给三星 而效龙8战1也是由三星晶圆代工 必用其4奈米工艺节点制造的 但是,三星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据报道,其晶片收益率只有35% 很令人失望 晶龙8 Plus Gen1是在台积电4奈米制造的 三星版晶龙8 Gen1的改进版 其功率效率和效能大为改善 据媒体测试称 与晶龙基于4奈米技术的晶龙8 Gen1相比 由台积电采用4奈米制造技术 生成的晶片更节能、更高效能 台积电目前在全球纯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为58.5% 虚线趋势线说明了 自2010年以来 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增长了10%以上 台积电继续通过建晶圆厂扩大产能 美国晶片法案 向在美国生产晶片的晶片公司提供500亿美元的补贴 这笔钱将用于晶圆厂的建设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英特尔 德州仪器、高通、辉达和AMD过去一年的库存天数 在这一年内 由于晶片需求疲软 所有公司的库存天数都有所增加 相比之下 其他晶圆厂库存天数方面 格罗芳得为83天 台积电为81天 联电为65天 平均为76天 晶圆厂为客户制造晶片 因此他们能够根据客户合同调整生产 另一方面 这些晶片客户依赖于下游客户的需求 因此 由于晶片行业低迷 半导体公司将不会遵循传统晶圆厂建设过程 整个过程平均需要两至两年半的时间 根据业内人士估计 晶圆厂建设时间将平均延长6至12个月 这取决于公司和产品 全球有9个区域性的晶片法案 因此资本支出和晶圆厂设备之间的不平衡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晶圆厂 生产采用4奈米和3奈米工艺的晶片 预计将于2024年和2026年开始大规模生产 另外 此前有人爆料称 在2022年11月 至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函中 台积电面临的难关 有技工人数短缺 成本高昂 以及其在亚利桑那州首家工厂 出现的意外施工问题 台积电财务长在2022年 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造成成本差距的主要原因是 建筑和设施的建造成本 美国晶圆厂的建造成本 可能是台湾的4至5倍 高昂的建筑成本包括 劳动力成本 许可证成本 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例成本 近年来的通膨成本 以及人员和学习曲线成本 因此 海外晶圆厂的初期 成本高于台湾的 台积电还在日本建立了两个晶圆厂 使用其12奈米 16奈米和22奈米工艺 以及28奈米专业技术 预计在2024年开始商业化生产 在2025年可能将建立 7奈米和10奈米的晶圆厂 台积电已与德国积极谈判 若成功将在德勒斯顿建造晶圆厂 台积电虽然在海外的步伐 这几年卖得相当大 但台湾台中市都发局 3月底表示 中科管理局已将计划 提交台中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 若后续程序顺利 有望今年11月较低供台积电建厂 据悉 中科台中园区二期扩建案 预计新增用水量 占目前台中 律用水量约7% 新增用电量占全市总用电量 约24% 对此 中科管理局表示 将针对相关意见 进行补证与说明 预计4月中旬重新送审 力争10月完成用地取得及相关计划作业程序 11月公共工程与厂商同步动工 中科台中园区二期扩建计划 中科管理局原本规划今年5月交地 但环平直到今年2月初才通过 开发时程改为8月交地 不过 都审尚未过关 中科管理局决赛 顺延至11月交地 目标让台积电二奈米厂能够在明年底前完工投产 可以看出 尽管台积电不论是台湾本土还是海外建厂 都会有一些难题需要面对 但可遇见这些都将逐个完美化解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